上集我們講到買泰國樓要付三成首期 今集我們會講一下在付錢時有什麼需要注意 Hello 大家好 我們作為香港買家 一般來說買泰國樓會用外幣形式支付 簡單來說要是我付港幣或者美金 大家要留意 如果你手上有泰銖是不適宜直接回到泰國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們作為海外買家 在泰國那邊如果我們需要買樓 必須用泰銖以外的所謂外幣 直接回到當地 因為要這樣做 到翌日我們才可以在銀行那邊申請一張FET 中文就叫做外匯資金交易單 那這張東西有什麼用呢? 那這張就很有用了 翌日你一層樓買賣全靠這張東西 所以也證明到其實這一筆錢 其實就是各客直接由海外這樣回錢過來 給發展商去購買 欺負這個單位的 所以如果將來購買泰國樓 謹記三成的首期連同七成的尾數 都必須要用外幣形式這樣回入去泰國 即是港幣 假設你打港幣 港幣拿著港幣直接回入去 千萬不要看到瑞領就在香港長定泰銖 直接回不泰銖過去 千萬不要 那下次我們可以聊一下 就是某一些業主可能已經給了三成首期 那又見近期泰銖又這麼低 又很想唱著泰銖 鎖死這個這麼低的匯價 有什麼辦法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下一次聊一下這件事